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方艳芬的演艺生平 今集主要是与大家分享方艳芬拍过的电影 首先我们就以分类形式简单介绍他拍过的电影 首先第一个分类就是当代的时装剧 有些什么呢?1951年有吴家,他就饰演李玉兰 1952年的吴家又嫁,那都是饰演李玉兰 1954年的大官员,方艳芬就饰演林代玉 1954年的林代玉云归离行天,当然方艳芬也是做林代玉啦 1955年的吴家,他仍然是饰演李玉兰,这是一个系列来的 接着就讲讲一些戏曲改编的电影 戏曲改编的电影就相当多,都有十几二十个 在这里 何人情歌52年在这里 1553年全国一年一度印归来,就饰演陆霜! 1953年全国伟 lang energ三一年一度阅归来, respectively 1953年全国伟,第143年��文一年一度奕归来就饰演陆霜卿 1953年 actor暗风三一年一度压归来就饰演陆参阅 五六年春登雨綫,五七年六晨當然是飾演殷福 五八年七賢娟飾演奏玉兵,五八年鴛鴦雷飾演寶蝶 五八年玉堂春飾演歌技蘇三 五八年仙女牧羊分析小年和雲姑娘的角色 五八年洪梁飾演洪梁 五八年雲花搖台夜合花飾演馮小年 五八年香蕭十二美人流 分析兩個角色李凱燕和賈小燕 五九年六月雪當然是做豆娥 五九年曼母帝蒙回惠夫人做惠子卿 五九年一枝雄艷露營香 方艷芬飾演善艷敏 五九年春燈與善恨 方艷芬做楊秀芳 五九年黃寶川 方艷芬當然是做黃寶川 跟著就是澤生公司的作品 澤生影業公司 其實就是唐迪生和何澤昌 兩個共同建立的 所以那間公司的名字 就是何澤昌和唐迪生 兩個人的名字 每人拿一個字出來 叫做澤生影業公司 澤生影業公司總共出過四套屁 就是1950年的董小苑 方艷芬做董小苑 1951年的紅寧血上集 方艷芬就是蘇影雪做 也是51年的紅寧血下集 方艷芬仍然是蘇影雪 接著是52年的一彎 微月半韓琴 方艷芬飾演杜月明 接著是直立公司 直立公司 直立影業公司 就是方艷芬自資 和歐漢基建立的影業公司 這間公司總共出過大約十套電影 分別是1954年的賓成炎 方艷芬做紅寧炎 1954年的程大嫂 方艷芬做程大嫂 1957年的紅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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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艷芬成炎 方艷芬成炎 然後是1958年的馬錶女郎 方艷芬成炎 方艷芬成炎 然後是1958年的梁竹行史 方艷芬飾演竹英台 1959年有女兒香 方艷芬成炎梅暗香 同年1959年冤枉相思 方艷芬成炎真爾 然後是1959年出嫁重夫 方艷芬成炎 方艷芬飾演李小慶 以上大約分類跟公司和戲曲類型 做了一個簡短介紹 接著下一集 我們會按年份 按年日期 跟大家分享 方艷芬所有拍攝過的電影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 點讚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N頻道 下一條片我們繼續和大家分享 方艷芬的演藝人生 希望大家到時再見 拜拜